天空飄着一阵一阵的雨 趁着雨是刚停歇 基隆正面渔港出现渔船忙着卸货景象 船家把握时间 赶紧把渔货卸下巴豆子渔港岸边 每一艘紧紧绑牢在港边不出海 只是这一修连同之前的轩然诺台风 当地渔民说半个月内出现两个台风 出海作业受到影响真的很无奈 有台风就要回来避风了 就要回来避风了 对的 那个时间点还是算那个 花小险跟臭丢的时期 嗯 因为台风的关系 所以说这一次可能出去 不到一个星期就回来 尽管梅花台风预测路径 几乎确定不会登陆台湾 但外围环流人不容小觑 像是既往外木山及巴豆子朝进公园 却出现大批官浪人潮 暗讯员只能加强巡逻 劝导民众尽快离开 梅花台风归宿路上事故平传 台六十二线东向十八点七公里处 一辆载有整车啤酒的一影车 也是因为路面失滑 车上一百零五箱啤酒直接洒落路面 满地都是酒瓶碎片还占用一个车道 本案是今日上午十时五十六分在台六十二线东向十八点七公里处发生的山路失故 一辆一影车因载运酒瓶散落路面占用一线车道 本分局已派员在现场指挥 目前维持单线通行 基隆公路段已到场清理 并提醒用人近期大雨导致路面失缓 行经各路段请减速慢行 经过警方赶到现场 指挥协助清理 说心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请不及